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什么 鱼水 蜜桃 桃 香草 不错 有点同心未明 是啊 很童话的感觉 调香师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行业 他们必须透过反复不断的练习 分辨上百种不同味道的层次 还得将他们记录下来 作为制作香水的配方 像我就认为香氛它就是有前中后吊 那这前中后吊表现 其实就跟我们的调色盘是一样的 那这个需要透过不断的学习 那我们的员工其实也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才发现其实是很好玩的 因为它有非常多不同的香氛 可是你要帮香氛组成为 一个自己属于自己调性的香水的时候 其实它需要很多不断的练习 那我的认为里面就是每一个调香的人员都是 它是一门艺术 也没有说好或不好 那像我们以前我们的同学里面 有人就特别会调那种芳疗系的 你从它怎么调 你都觉得它就是好像调大地之母 那种草本的味道特别特别重 那我个人本身是比较会调白色的 调性的花调 像青草或茉莉或是白茶 这可能就是比较属于我自己个人签名的香氛 好的香氛就像一幅名画 不但色彩比例都要精准 还得展现个人独特的风格 调香也是有一种就是会来自你自己 想要为你这支香氛带入一个意境 或是一个故事 所以我在命名的时候 也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沉浸去为它命名 嗅觉的刺激 最能勾动深沉的情绪 因此在帮每一种香气命名的时候 都要发挥最大的想象力 那这个海边面膜砂里面 它里面就带了很多柑橘调 那中调的部分其实它有加一点香槟的甜 然后后调的部分就是香草跟色香 那让整个香氛闻起来是甜而不腻 有点像冬天的小太阳里面一样这样子 那它的意境呢 其实我要阐述就是像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的那个概念就是每个brunch time 大家都喜欢来醉饮一杯那种 海滩度假的那种饮料 扩香台上一缕淡淡的悠香 为居家生活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独特氛围 观众大家好 我是郑曹芳 欢迎收看《鲁蛇玩很大》 不知道观众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 回到家之后想要放松一下 那有些人会听音乐 那有些人会看一本书 但是呢 现在的人 好像在这个五个感官 在慢慢被练习开启之后 对于嗅觉呢 也充满了期待 回到家之后会不会想要点一下 精油或者是来一个香氛蜡烛啊 让自己呢 沉浸在这个 非常浪漫的情调里面 那今天的这位创业家呢 他代理的品牌 同时也自己创了一些通路 那么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嗅觉产业 也把这样的相分的居家相分 居家时尚等等 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我们一起来欢迎 这个是VivaWan的创办人王庭文 庭文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VivaWan创办人 我是王庭文 庭文这个我们先来进行快文快答 不知道你准备好了吗 好 OK 好 什么是居家相分呢 举凡生活中的好气味 营造氛围的香气 对 好香气的特色 特色就是舒适宜人 然后不会刺激 对 记得多少种的香味 曾经就是有两年不断的练习 是每天都要闻上百种味道 所以应该都有超过上百种 怎么样可以变成一位很优秀的调香师 我想就是他能辨别香气 那还可以知道他的位置香调 那也可以做出属于他自己个人的香氛 对 就像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桌上 有秀了一个蜡烛的灯台 一般来讲我们对于蜡烛就是要点 要点啊 要烧啊 对不对 而且看到一个创新耶 对不对 对 不用点耶 而且感觉这样CP值是不是超高的 是 传统的话蜡烛应该我们是 最早之前是宗教礼佛在用嘛 所以但是 基于安全的考量 所以渐渐渐渐大家也对安全的意识 就是使用香氛蜡烛对安全的意识也提高 所以现在就是有这种 让您使用香氛蜡烛也可以不用点火 然后解决所有燃火隐忧的香氛蜡烛暖台 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发明 一定有一些缘由 在欧美国家 是 欧美国家非常喜欢点蜡烛 回到家以后一定要来点一颗蜡烛 就像喝香槟一样 好像会酿货 对不对 其实他这个创办人也是来自美国 对 然后他会创... 他会研发这个香氛蜡烛暖台 是因为他的邻居在使用香氛蜡烛的时候 不小心把蜡烛给烧...把房子给烧了 所以他就想说那他怎么样让... 就是大家可以使用香氛蜡烛 然后可以不用亮成火灾 所以他刚开始是从暖盘开始 所以渐渐渐研发到现在已经是台灯式的 所以所有的蜡烛只要是香氛蜡烛 放在这个... 这个... 暖台灯 暖台灯 对 都可以吗 几乎现在坊间的香氛蜡烛都可以 但是如果是石蜡的话 因为石蜡的溶点比较高 就可能没有办法 所谓石蜡就是我们传统... 家里面都会神明听嘛 那两支红红的蜡烛就是属于石蜡 因为溶点高 所以就没有办法被回暖 就是植物蜡、大豆蜡就OK 是 溶点低的蜡烛 溶点低的 对 我们看了这个暖台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在现场的摄影棚 我一直听到好像有木材的声音 是 我们的香氛蜡烛 它有一个很好的特色跟专利 因为它会有一个舒缓的木裂声 对 因为它的十字木星可以就是干净的燃烧 没有黑烟 再来就是坊间都没有听到 就是会有在嗅觉上 听觉上有一个突破 那我们的香氛蜡烛呢 是可以创造一个舒缓的木裂声 所以它就是叫做独家专利的木星技术 是不是 对 是 结合嗅觉还有听觉 是 的确听起来还蛮舒缓的 就好像感觉很像在北欧的国家 在壁炉的前面 对 那种温馨温暖的感觉 很浪漫耶 对啊 浪漫的人要来创业会不会很辛苦啊 就是抱怀着梦想 你是浪漫比较多还是务实比较多的人 既浪漫也务实 我觉得你务实比较多耶 是吗 真的 因为你蛮有条不问的 因为一般而言一个 一位调香师好了 是 他在回答说 要如何成为一个很浪漫的时候 浪漫的一个很称职的调香师 或许讲说他 他比较focus在创作这件事情上面的话 他可能会讲说 他像一幅画 像一首歌曲 是 或者是说 会比较抽象一点 对会抽象 或许说 我想要把这个味道呢 把一个女人最美的部分 都把它凝练在这个 用香气表达出来 或者是百花走进去 一打开来就是整个 百花齐放 对 或者是白果 或者是百草等等 我想都是一些很棒的事情 当然它要商业化的可能 所以一定要有创业 那我们来谈一下 听闻你的创业的过程 我想这么多 这么浪漫的居家时尚 当一刚开始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然后为什么会对于这个香氛有兴趣 过去我在就是移民的时候 在美国 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是 几乎百分之八十九十的家庭 都有用香氛蜡烛的习惯 不管是厨房啊 客厅啊 甚至是浴室 都一定会摆上很多香氛蜡烛 所以那个生活是非常的 就是很疏压的 那回到台湾想说 怎么会没有 就是这个市场不是很新 不是很新奇 所以我就创业的时候 就朝这个方向去寻找 然后就开始找代理商 找总公司 然后到拿到代理 听说这个 这个Home Fashion 这个 跟这个 居家香氛有关 除了刚刚觉得说 好像应该要把这个西方的文化 在这个我们 可能东方啊 这个秀学产业 可能正要欣喜 你有走在这个 浪潮上面 事实上跟你自己本身 家里面的产业也有关系 对不对 对 因为我的母亲是做餐厅 然后呢 他们是在三亿的街上 三亿的街上 对 三亿的那条木雕街 我很喜欢那条街 尤其他们在刨那个木头的时候 那个木屑香超... 快木 很舒服 对 然后因为是餐厅嘛 然后我就心想说 我要怎样让这个餐厅 也可以融入到 就是跟这一条 这边的环境的氛围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自己就做了一个 就是清洁 就是75%的那个酒精清洁剂 那里面加了那个 当地的快木香 快木精油 让它沉浸一会之后 所以每一个客人 离开那个桌子的时候 我就会去清洁那个桌子 那发现木屑香药 那天生意特别好 对 想说香氛应该有一种魔力 对 太浪漫了 这个酒精加上精油 某种程度就是在做... 调香 对啊 就是在做香水 是觉得原来香氛有一种魔力 没错 对 我们都知道气味有前中后味 对 那我想蜡烛其实应该也会要有 对 我们的香氛蜡烛也蛮特别的 就是它不是只有一种味道 它有不同的调性 还有前中后调 对 为什么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 这跟你的创业有关 我想创业跟调香一样 前期的困难 然后中期的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然后后卫就是远程的目标 那我们知道你在创业了 那这个创业的最初就是先找代理 你自己成为一个代理商 你要去找产品 那你找到了几支的产品 谈了几个品牌呢 我初期创业的时候找到了这个Kindle warmer 它是一个非常支持我的一个原厂 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要培养一个代理商 需要花很多时间 需要很多不断的教育训练 那这个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 对 那由于香氛蜡烛暖胎 我就去想要玩 我想要去完整香氛蜡烛的香调的区块 所以我手上代理了 大概五六支不同的香氛蜡烛品牌 那其实在创业过程中就是说 你默默地做 但国际间 其实他要来开发台湾市场的时候 就会看到您的成绩 所以最后是WUWIC品牌来找到我 做他们的代理 那因为他的品牌性很强 那每一个香氛蜡烛都有无毒的检测报告 那由于这个原因 跟品牌性的数量很广 所以我就把 就慢慢收掉比较小的品牌了 所以现在专门就是来做 这一个暖胎这个系列的 创业了 那创业我们都知道通路 通路是网 怎么样去创建你的通路呢 怎么样 刚开始我是从百货公司起家 应该说一刚开始 我是从网路起家 对,那因为小批小批的进货 那是比较没有什么资金可以去做品牌的曝光 所以我做了一次传扣之后 就是想要把我的品牌做一个曝光 然后有了一些回应回效之后 我就开始接触到百货公司 然后上了百货公司的通路 那就是这其实也跟景气有关系 那四年之后可能台湾景气有点比较萎 所以我就要改变我的经营的策略 所以我就从百货公司退下来 做好我代理的部分 然后就是放经销的通路 所以我就是专门在支援我的分销商跟经销商 那大概分销商跟经销商大概都是哪一个 哪一个属性的产业吗 对 这个其实还蛮广 因为相分 每个人都爱相分 我希望它可以每个人都用得起 然后渗透率很广 它跟各行各业都能结合 所以我们结合最多的产业就是 民宿、饭店 跟我想的一样 花艺 美的行业 每家、每节、美容、每把、每体 然后还有一些很特殊的行业 就是它可能是即可拍 这个还蛮特殊的 这是因为它觉得 它即可拍是拍下当下的记忆 对 那其实相分跟记忆是有连结的 所以记忆跟记忆中的连结 所以我们就这个产业就合在一起了 对 那它怎么结合 就是拍完以后把这个蜡抹上去吗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闻到一个味道的时候 就会想到说 这个可能是我前男朋友身上的味道 这可能是我小时候我阿嬷带我做什么事情的味道 跟即可拍在拍下当下那个照片的时候 也是一个记忆的捕捉 所以就用记忆而言的话 这个产业是可以串联在一起的 对 那实质上怎么串联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请我们的创办人听闻来跟大家来聊 我们的相分有上百种 那不见得是每一个相分都适合别人 因为相分是它是一种非常主观的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选择非常多 所以我每次看到客人来到这里 有非常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选择 他闻到他喜欢的相分的时候 那种满足感是我们感到最骄傲的时候 因为他认为可以为他带来 就是生活压力紧张的疏解 除了舒缓压力 健康 无毒 也是选购相分产品时 必须要注意的重点 第一个我们身体就会告诉我们 这个相分适不适合你 因为其实相分闻了 闻久了 会不会头晕恶心 这是第一个最自然的反应 安全又方便的蜡烛暖台 不需要点火就可以使用 是最新的相分趋势 透过这样的商品 反而让相分蜡烛的 扩香的表现是更干净的 因为它没有斩烧的味道 而且它可以延长枪分蜡烛 使用时间的十倍 最美的相遇 持续的跟VivaWan的创办人 听闻来聊 这个香气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摄影棚 刚刚我们的摄影师都说 好香哦 对啊 我想人类有五个感 感官 那达温西说 人类的五个感官 组成了我们的灵魂 听觉 我们常听音乐很美 视觉我们可以看电影 哇太棒了 谁不喜欢吃呢 这个味觉 是 米其林 触觉我们的衣服 衣料等等 那再过来就是嗅觉的产业 其实在东方哦 不要说台湾 在东方 这个市场是非常庞大的 是 我想在这个香氛市场的 每年的产值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听闻真的是供逢其胜 那在最一刚开始的时候 就把这个 你的商业模式所来确定了 刚刚有谈到 跟 这即可拍是不是 对 就一个记忆的捕捉 对 因为我们知道气味 它会 跟记忆有关 在我们的海马会 那这个 一样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讲说 可能有些人对于 一个气味 但是气味是很中性的 它没有 它没有所谓的 它当然会有 好恶 但是有一些气味 是很中性的时候 它就会用记忆 来去判定你对于 这个气味的喜欢和不喜欢 是 因为它可能有时候是 不好的记忆 所以听那个香味 不是很喜欢 对 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 心人体啊 等等 就有情绪啊 等等 那 我想 这个 美丽的气味 让调香氏来创造 那 你自己有没有在 想要 发展品牌是属于自己 调出来的气味呢 这个梦想当然是有 但是它是需要很多 很多方面的剧组 比如说 音乐剧组是不是 对啊 就是等于你创了一个品牌线 对 那这时候我 当然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 你需要一个团队 我一个人可以没有办法可以调出这么广 这么广的香氛 那像我个人是 个人可能就是偏向某一个调性的香 香调 或是我的签名 可是别的调香氏可能有不同的就是表现 所以应该是会需要一些团队 还有资金到位啊 对 我想这个是属于如果用香水来讲的话 这是属于这个后卫的部分 我们先来讲一下你的最刚开始 前调的部分 是 那通路已经讲好了 我们已经很清楚了 那也知道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是代理了品牌 教育你的群众是不是相对的重要 是 所以我们在就是推广相分的时候 通常都是不会带到疗效 或者是基本上因为是品牌方嘛 我们希望说告诉我们的客人 是正确的观念 用美好的香味去影响你的心理 然后去进而影响你的生理 对 所以在教育的传达是都不会夸大其词的 对 有做过有实际的跪点 有实际的通路 那后来有后来变成了B2B嘛 对 那2B比较好 还是2B比较简单操作 还是2C比较简单操作 2C都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那因为都有涉略2B或2C的市场 所以因为借由我们有 就是2C的经验 所以我们可以传承2B的客人 去怎么销售2C端的教育 那我想人才总是最重要的 那在训练人才的过程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因为香芬 像香芬产业 它算是一个蛮新的产业 那所以在台湾的话 并没有很多的资源 或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教育 那所以它的门槛很高 所以它需要培养很长的时间 那常常新人会 刚刚会觉得 刚开始会觉得说 哇香芬的产业 能在这里面就职丘职的话 是多舒服 但事实上它的专业知识 是很多的 所以常常不到两三个月 就会离开 然后又要重新再教育 所以人力上会是 这是最大的困难 对 你要求很严格是不是 没有啊 就是要系很多不同的香气 系香气 要不然还要背到化学组件吧 是不需要 对 那应该还OK啊 大概这几个调性啊 对 然后几个单品啊 几个SKU啊 然后大概是分分别类 是不是因为还必须要去讲解 这个香气的特性啊 特性啊 怎么去阐述它 这其实跟那个 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有关系 对 所以他要怎么去用他的生活经验 去阐述这个香氛 传达给我们的客人 对 那你自己 最习惯用什么样的一个叙述啊 去跟你的客人啊 来介绍一下你对于香气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会看不同的香氛 如果说 因为每个香氛的名字都是我从原文翻过来 那是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沉浸 所以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做西塞尼蒙沙 其实它就是 我把它翻成海滨蜜蒙沙 什么 海滨蜜蒙沙 意思就是说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 我们通常礼拜六的时候都会去习惯去吃Bruns Bruns的话大部分人都会点一杯就是香槟 然后里面加了一些柳橙汁 那种就是在海岸生活的感觉 然后礼拜六吃Bruns很休闲的感觉 那我希望把这种感觉 用透过香气然后告诉我的客人 然后他会点了这个香氛之后 营造那个氛围 对 对 所以这个闻到这香气以后 立刻就把我们带到那个现场了 所以我想 在把这个嗅觉的产业 特别是用蜡烛来做一个 因为香气必须要依附在一个物件上面 香水 它是依附在酒精 然后是蜡烛 或者是有一些香风 或者是阔香石 它都会有一个 应该想说是浴衣好了 好不好 如果用比喻的话 就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本体 应该叫浴体 会选择蜡烛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它特别的温暖 有关呢 本身就是觉得说 应该每个人都爱香气 对 然后因为香氛的产业很大 对 它有涉略到香水 然后香氛的产业 有涉略到喜剂品 就是居家喜剂品 那你有涉略到保养品 就是我们保养品里面会香氛 它有涉略到食物 flavor 那最大的产业里面会是 home fragrance 就是居家的部分 我想说这是每天都可以去接触到的 所以我想就是选择居家香氛 你就选择这个 对 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它是小众里面的大众 怎么办 你知道 因为其实没有很多人 他会来点一颗蜡烛 但是大家不是都要洗衣服 洗剂 不是才是最大众吗 因为这个市场在台湾 好像还没有那么 竞争没那么激烈 没那么盛行 所以我就觉得它的市场 其实还蛮大的 对 因为在国外的市场是非常大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 有非常多很精致的橙色 是 那个灯啊 那里面是盐 对 它是 喜马拉雅山的 盐盐 对 这个是在讲负离子 正负离子的调和 因为坊间其实还蛮多 是 坊间其实还蛮多 盐盐 那大部分的人会用 会 应该这样讲 正负离子在平衡的时候 可以帮助 就是身体更平衡 能量更平衡 所以其实盐盐的意义 用意义在这里 对 我们常有时候这个 经过高速公路 或者是有一些 就看到很多盐灯 就树立在街角 或者是在有一些 这个砖营什么盐灯的 就可以看到 事实上可以滴一些精油 不会化掉吗 基本上是不能滴的 但是我们是有 产品是上面有做了一个凹槽 是可以是 加香氛滴精油的 是 盐盐的特性是会吸水 所以我们点了灯之后 它会水分蒸发出来 刚好就把负离子给带出来 所以它就综合 我们生活中的正离子 所以你的生活中 就会平衡 那可能会帮助睡眠 对 我们就看到那个盐弹 这个按摩的时候 也很舒服 休息一下 持续的再跟提问来聊 回想过去 我有八年的柔道专业的训练 那每天有六小时不断地练习 那胃的全部就是那三分钟的比赛 那个时候是四十八到五十二公斤级 常为了要就是降体重保持一样的体重 常常就是在比赛前需要降体重 那有的时候实在体重降不下来 我们就会服一些力尿剂啊 然后为了要过棒 那一过棒 虽然体重已经过了 那上战场的时候呢 在比赛的时候呢 却是软脚的 所以这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是说其实人生是没有捷径的 就如同我们现在在人生里面 每一个挑战一样 如同我现在在创业 我的事业的过程中 有好几次遇到不同的转折 那也奠定我在变化中 有很好的转变的 应对的能力跟毅力 也感谢我的启蒙老师 让我现在拥有就是 很大的毅力跟坚强 我也希望可以在这里 跟创业的人 和在职场就业的大家 就是要不断地经营自己 然后永远不要放弃 一定会感动身边的人 家人 朋友和陌生人 最后呢 最终能成就所望 可能观众朋友对于社群产业 有稍微觉得比较陌生一点 但事实上不陌生啊 你从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 到晚上睡觉前 你都在接触这个市场 就好像是我们在选择洗髮精的时候 沐浴乳的时候一块香皂 你的牙膏 甚至是洗碗精 还有衣物柔软精对不对 对 臭女的生活中的 对 洗髮洗脸洗头洗澡 洗手全部都会接触到 保养品 对 人生的保护的 然后家室的 我们特别来谈的是 刚刚有讲这个盐灯 这个暖竹台 我有看到一个好特别哦 是 就是这个是一个 干式的精油扩箱 干式的精油扩箱是吧 是 因为现在台湾大部分人就是 使用精油的时候是透过水氧机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台湾其实蛮潮湿的 对 对 水氧机其实就是一个加湿器 对于家具的话 可能在比较干的地方是蛮适合的 但是台湾因为太潮湿 所以我们今年开始 就是有干式的扩箱 可以让你的精油 就是会更纯的就是扩散出来 而不需要加湿 台湾实在是太厉害了 很会发明 这个香气的展现 五花八门 一刚开始的时候 发明了这个 因为这个 我最记得我那时候在加拿大 在多伦多的时候 因为空气很干 我刚过去高中的时候 就一直很不舒服 然后我的阿姨 她就摆了一台架式机 就开始喷了 然后后来回到台湾之后 我看到台湾 把应用在水氧机 对 在欧美是超大台的 这么大台的 结果在台湾变得很漂亮 有些是艺术品 对 然后就开始滴精油等等 事实上台湾满潮湿的 对 那用这一个干式的扩箱 其实还满不错的 对不对 是 就是可以改善说 不需要不断的加湿 也可以享受到精油的香气 对 满满温润的感觉 是 我想听闻 是不是来谈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 因为你是创办人嘛 是 那又喜欢这个香氛 跟你自己的生活经验 有没有很大的关系 听说你是一个柔 柔道是不是 的高手吗 这看起来很不搭耶 是 等一下你往甩一下嘛 我有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专业训练 就是我从小的时候 是练柔道的 但是也是算意外啦 老师就叫我去练柔道 然后每次出去就不小心 好像都得到冠军啦 亚军 所以讲话要小心一点 没有 就这样一直练下去 对 那每天是有六小 就是六小时的不断的练习 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来说 就是不论在创业 或是在做每一件事的话 就是可能就会有比任何人 有更大的耐力跟毅力 柔道的心法是什么 叫柔道就是以柔克刚的意思 是不是 是 以柔克刚借力使力 然后柔道的中心 其实就是个圆 对 所以它其实跟调香也滿像的 香氛它其实就是一个 前中后调 其实它也是一个圆 有一个好的香气的话 它的表现就是一个圆 对 好 立即来这两件事情 要有关联 还要 因为你都有学过 所以你可以把它算在一起 不过我们听起来是蛮悬的 是啊 对啊 我想在你的人生的历程当中 充满了旌旗 回来台湾之后 在妈妈的餐厅里面 用了这个香气的 这应该算是消毒 清洁 清洁 对 用了这个 然后增加了妈妈的餐厅的业绩 就决定要把这个居家香氛 来做创业的题目 那做的现在也不错 本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找到了自己的商业模式 本来是做贵点的 后来发现说 做2B做这个 Hostel更好 是 那找到了自己的模式之后 现在目前就专门来做这个香烛嘛 对不对 对 就是Kindle warmer的部分 就是暖台灯跟香氛蜡烛的部分 是 对 我们刚刚有谈到了未来 是不是可以再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就这个题目 你未来还想要怎么做 未来我希望在台湾有更多的 就是同好 或者是专业的调香师 大家一起把台湾的市场做起来 然后有正确的观念的传达 对 因为毕竟都是 我也是消费者 我也希望就是 每个人都有对的知识 而不是被滥用 或者是错误的观念 你觉得你太寂寞了是不是 一般而言 大家在市场想说 我自己独秀就好了 独大就好了 你希望越来越多人来投入这个 对啊 市场 市场很大 市场很大 不是我一个的 所以我当然很欢迎大家一起来 对 对 那目前台湾的商分市场怎么样呢 如果用国外来比较的话 当然是比较 算一个新奇的市场 毕竟我已经做了七年 还好我已经走在前面 所以我可能了解的比较多 那这几年已经开始新奇了 对 所以它的愿景是很好的 产业应该是蛮大的 那台湾本土的品牌有没有可能啊 本土的品牌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发展起来 因为我们都看到大家都疯狂的在代理国外的品牌 是 加拿大品牌 法国品牌最多吗 对 无可厚非也是会有机会啊 因为毕竟现在的资讯交流其实还蛮发达的 我们台湾有很多就是不错的调香师 也会去国外取经去国外学习 如果他们可以回来做自创品牌 我也觉得蛮鼓励的啊 听起来做自创品牌就是一项非常非常大 人生最大的冒险对不对 对 它有很多很多要突破的地方 好像是要成立品牌就好像是 就好像是一个歌手要独立发片一样 是 就要不停的去你知道 要对要把很多资源都 结合在一起 对对记起来 就感觉要花很多很多的资源 是 好我们休息一下持续的再跟 这个我们的创办人听闻来聊 这十字木星可以让我们相分蜡烛可以干净的燃烧 那比一般年轻扩相还要快五倍 独特的木星技术模仿壁炉的跳舞火焰 还会在燃烧时发出柴火的木裂声 那再来它还有一个舒缓的木裂声 它其实要营造就是你不仅可以享受香氛蜡烛的嗅觉 还可以享受香氛蜡烛的听觉 营造好像我们在壁炉旁边一样那种温馨的感觉 其实在香氛蜡烛这个行业里面 香氛蜡烛目前就是大部分过去以往都只有棉心 那甚至棉心里面加铝这个已经被禁用了因为它是有毒的 很早之前就被禁用所以你现在能看到就是棉心 那后来就是我们现在的香氛蜡烛可以跟业界区隔开来 它的差异性就是在这个木星 我们每个商品在包装的底部都会有一个就是pattern number 就是它的专利号码 那在每个商品的上面也都会有一个方位的镭射标签 它是有专利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品 让我们在享用就是享受居家香氛的时候 持续的我们再跟庭文来聊 我想这个台湾的不只台湾啦 东方的嗅觉产业的市场实在是很大 芳心卫意才正正要兴起 而且每年每年的这个产值是 好像这是加倍的翻倍的在扩张当中 那我想已经把市场站稳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在国内 大家对于这个香味的这个 应该算是喜欢的这个气味 国人喜欢的气味 大概是哪几样呢 是 其实香氛的 像我们就有上百种的香氛 那有可能有柑橘调啊 花香调或属于木质调 或者是属于就是比较甜调的香氛 那在亚洲市场的话 通常都会以清新的味道为主 那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指标为主 不外乎就是白茶 或是玫瑰或是茉莉 对 那国外的话都会以甜调为主 那有加一点辛香料的会卖得更好 对啊 像我们属于比较清度的 那我为什么讲清度的 因为这比较清新的 对 比较侧重在前调或中调 那有些有些这个民族好了 这个他们非常非常喜欢那种 色香啊 那种檀香很重的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想要去 想要就是可能已经重度的 嗅觉的一种喜好这种嗜好了 它就不够香不够香 那就要用很厚很厚重的 去让他们可以让他们的嗅 这个嗅神经可以稍微比较振奋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那通常每一个不同的区域 的确有不同喜欢的气味 那我最记得在欧洲的话 就会发现他们好像是 大概是个性 是每一个人比较人本 那对于各种气味 这个品牌线或者是系列都 都会发展的相对的完整了 像是茶调的 就有比较清绿色的这一种 也不只有白茶 清绿茶 比较红茶调的 甚至还有黑茶的 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细致 就很完整的 对这个嗅觉的谱系 就非常非常的令人觉得很惊艳 那当然已经是嗅觉工艺了 甚至是一个嗅觉艺术 嗅觉美学了 感觉好像在这个东方的市场 应该也来出现这么细致的 这个嗅觉的谱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很完整的 这个物禅啊 山川啊 或者是很完整的这个 这个花草植物系等等 我都觉得东方的味道 应该也可以站在世界的舞台 不知道听闻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觉得我们东方的味道 是不是大有可为 是 因为在香氛里面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调性 就是东方调 那东方调 其实它是带有很多神秘 跟宗教的色彩 对 对 所以不外乎 所以几乎大部分的家庭 都会有佛堂 他们就会 会觉得说闻到木质的味道 他就觉得心里很安定 可以安神 所以这也是来自就是东方 他长久以来的一些宗教礼佛的习惯 对 所以东方也有很多一些很特别的香调 比如说广色香 或者是蜜乳香脂 或者是埃及常常在用的一些 乳香墨药 对 这些也都是还蛮重要的味道 就东方调嘛 对 其实有些 其实我觉得台湾调也蛮棒的 像我们有艾草 然后还有一些檜木 对 萧楠 尤其你是三艺人嘛 对 这些都台湾的香调还更棒 我想在未来非常非常的期待 听闻可以把台湾调放进去蜡烛 然后反攻回去 反攻 其实很有可能 真的吗 是啊 因为我的母亲就是在做野菜蔬食 他们每天就是都去山上采野菜 对 所以其实我都觉得他们是草本纲目都非常清楚 对 刚刚您说的那些草本的香调 未来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台湾在地的一些草本 酿成精油来做成调香 做成居家香分 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是啊 而且这个某种程度也是台湾之光 对啊 您练在这个香足里面 对 以后这个外国的游客来台湾观光回去的时候 在机场就来买一个这个Viva Van的这个香足 里面是台湾的调调 对 多棒啊 对不对 是是是 好 对啊 我最希望可以取代一件事情 是 就是像我们的家里面的那个神明厅 很多人其实都会 我想要改变一个习惯 就是很多人都会烧香香粉 其实它有很多烟跟油跑出来 那对身体都不太好 对 不友善环境也不友善人 对 所以我希望说 因为其实你看到墙壁上啊 黄黄的 对 其实长期 你的肺也差不多是这样 是 所以我希望说可以透过我们的工具 还有就是可能就是带有木质调的香分 来取代那个点香分 对 那个动作 没错 这个香道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新时代的方式来展现 友善人类 友善环境 是 友善我们的心里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庭文 今天来到卢山湾 香坦顺环 今天遇到知音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愉悦 尤其是闻到我们这么多这么棒的香分 观众朋友 如果你喜欢香气的世界的话呢 也把自己最浪漫的这个调调 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展现 我是郑曹芳 鲁蛇玩很大 翻转变文啊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